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制药360 第二册 第三单元贵德 十二 楚氏 175 贵而下贱 则众辅物也 互能分贫 则穷乏事辅物也 字而交予 则同盟则不物也 这条出自于券发寒思外传 地位高贵的人能够迁徙的对待地位低的人 那么众人就不会辨误他了 大家都很喜欢他 有钱 有财富的人 能够经常接济贫穷的人 对贫穷的人常常不失帮助 那么贫穷的人就不会厌恶他了 看到这个富贵的人 当然都非常感恩他 感恩他的帮助 有智慧的人能够教导愚昧的人 就是有聪明才智 有智慧的人 他能够去教导这个没有智慧的人 常常善巧方便的来教导他 那么依媚的人就不会愿意他了 这个也是处事要学习的 我们自己如果有了地位 那这个地位每一个人也都有 就是总是有在我们下面的人 比如说你是一个取悦团体 那里面的一个主管 那这个职位的高低 那总是还是有一个地位 那总是有几个下面的人 那对他们能够迁徙 那么这些下面的人 他当然就很宽灵了 那么你有钱能够布施给穷人 穷人会感激你 当然不会厌恶 有智慧能够教导人 那么这个是更重要的 这个是属于这个智慧的方面 包括一些知识技能 那么让别人他能够学习得到 他也终身受用的技能 当然这个医媚的人 不会变悟 也会终身的感激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胡慧增长 华喜同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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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